原本是积蓄过千万的老板 却为了寻找高利润的项目转型 赔光了大部分的钱 前途未卜 他跟妻子许下诺言 两年翻身 他从开啤酒的动作中受到启发 破解泥丘养殖的行业难题 他让十万斤泥丘大清洗 从四川运到海南去 1500公里 看四川内江的胡文峰 如何让泥丘安然无恙 让企业起死回生 2013年销售额达到800万元 欢迎收看制服经 在四川省的内江市 我们的记者听到了一件稀罕事 有一个叫胡文峰的人 竟然让自己养殖的泥丘 当了一次候鸟 怎么回事呢 2012年的冬天 胡文峰把十万斤的活泥丘 运到了1500多公里之外的海南 而就是这一次 泥丘大搬家 让他的企业起死回生 而且还让他找到了一条 当地同行的都没有想过的赚钱之道 而今年 他的泥丘 又大丰收了 这里是胡文峰的泥丘养殖场 占地400亩 为了方便管理 胡文峰正指挥工人 把一些铁型特殊的泥丘 集中搬到成品泥丘的池子里 现在这个牛只很大嘛 这个背一个肉牛 这个品种最好的 它长势比较快 还有抗病能力比较强 今年 胡文峰的泥丘大丰收 2013年销售额突破了800多万元 看着黑铁丘 胡文峰的妻子 看着这些泥丘也乐开了花 但如果倒推在三年前 这一切 胡文峰想都不敢想 他从2010年开始养殖黄扇和泥丘 结果一上来 就掉进了赔钱的黑洞 眼睁睁地看着一千多万元鸡絮 砸了进去 当时那个时候 就想到不可能会有翻身的时候 哎呦亏损嘛 年年亏损嘛 胡文峰曾经是当地有名的超市大老板 却因为搞养殖几乎倾家荡产 胡文峰的老婆怕他越陷越深 2011年逼着胡文峰做出了一个约定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约定 我跟我老婆说 我再用两年时间来做 如果是在两年时间内做不好 或者是亏损 我就把这个农场关掉 再投入两年 对胡文峰来说 也像是一个赌注 但两年过去了 胡文峰赢了 还干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2012年 他给十万斤活泥丘搬家 从四川搬到了 一千五百多公里外的海南 就是这一次泥丘大迁徙 让他的企业起死回生 还为四川同行 开辟了一条特殊的赚钱之道 回想当初 胡文峰至今还感到惊险 提到当初胡文峰有些激动 他是如何翻身的呢 他的创业路上又经历了什么 2000年 胡文峰用打工积攒的七万元钱 在自贡老家开了一家自选式富士店 2000年的时候 超市这种经营模式 在自贡刚刚兴起 胡文峰抓住机会 迅速开启分店 到2009年 他已经在四川省内 开了25家分店 一年的销售额上亿元 但好日子很快就受到了威胁 2009年 几家国际大型超市陆续进驻四川 不到半年 胡文峰的一家超市就被迫关门 他觉得 与大超市血拼死路一条 只有及时转身 才有出路 2009年8月 胡文峰急于转型 他在湖北的一个黄山养殖场 考察的时候 一种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 我们觉得很兴奋 他的利润太高了 他一级善于卖上 卖上25块钱一斤的话 他的利润大概就有12块钱一斤 基本上有一倍左右 有百分之五十左右 他这个农场大概就是几十个人 我们这个超市一个公司 大概都上千人了 他几十个人的 几十个人创造的利润 都比我们上千人创造的利润 还要强一些 不仅如此 胡文峰还了解到一个信息 让他十分兴奋 他听说黄山养殖门槛很高 这正是他想要的 我们就需要找一个门槛比较高 一般人进来不了的一个项目 这样子 他利润能够得到一个保证 胡文峰认为 高门槛才有高利润 他自认为发现了一个大商机 但他没有想到 这个决定却给他留下了后患 2009年底 胡文峰做出了一个 让很多人吃惊的决定 就算是其他的24家超市仍旧盈利 胡文峰还是把超市全部转手 同时拿出380万元 在四川省内江市 承包了一个300亩的养殖场 建起了万口网乡养殖基地 他说要像当初开超市一样 养黄山 所以我就被这个利润吸引住了 我说我要做就做一万口网乡 如果是这个山鱼 我们把它成功了 第二个山鱼养殖场 我们也会开启来 这样子不停地坐下去 我觉得他的前景 比我们做 当时我考虑 比我们商业模式 比我们做这个传统商业强多了 从来没有养过黄山的胡文峰 一上来就要做万口网乡 很多人都觉得他是在冒险 但是胡文峰觉得 要做就做大的 养黄山需要用蚯蚓当耳料 胡文峰算了一笔账 如果养殖二十万斤黄山苗 一天光吃蚯蚓就得一万斤 他决定自己养蚯蚓 世界上一斤的成本 当时的批发价能够做到 大概在十块钱左右 在四年上 我们一斤能够节省七块钱的成本 胡文峰又花了一百万 建了二十亩的一块场地 专门扬制蚯蚓 他给记者现场演示了一下 如何快速把蚯蚓和牛粪分开 就是利用了蚯蚓的生活习性 生活习性就是怕光 现在太阳晒起来 它就往下爬 我们就把上面的泥土不停地接 它钻到最下面的钻不动了 就全部是蚯蚓 这种就差不多了 这种全部是活生生的蚯蚓 这个很简单一个办法 2010年初 养殖场里每天都可以产出一吨的蚯蚓 解决了黄山的额料问题 胡文峰花六十万元 从当地水产市场上 进了三万斤黄山苗 准备大干一场 可养殖了还不到一周的时间 就几乎全军覆没 我觉得从开始 从我们从鳝鱼烤柴啊 到我们效益撤栓啊 到我们的配套啊 都做得挺好 这个还是出了个差子 这个差子就逃至我们成功养殖失败 这是当地人捕捞黄山的方法 电击 胡文峰当年买的黄山苗 就是当地人用电击的方式捕捞上来的 胡文峰事后才明白 这种捕捞方式 对黄山苗有隐形而致命的伤害 我们这边是用电打起来的 这个鳝鱼这边有很多伤就养不了 这个红色的斑点就是这个用电打的鱼血 这个里面内脏就全部坏掉了 比如说卖在市场上吃还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要把它养大是不可能的 胡文峰这才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个致命的问题 迄今为止黄山还不能进行人工繁育 都是捕捞上野生的黄山苗后进行人工养殖 可是四川当地习惯用电击的方式捕捞 这对黄山苗的伤害非常大 苗不容易养活 在湖北黄山养殖之所以能够成功 是因为当地黄山苗都是用地龙捕捞上来的 不会对苗造成损伤 因为我们本地的苗种 没有养殖的可能性 我们善于这外地苗种拉过来 善于运输之后 它也很难饲养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把它做一个调整 我们不能一直硬碰硬的碰下去 当地找不到合适的黄山苗 外地的黄山苗运输过来以后损伤大 成活率低 到2010年5月 胡文峰已经投入了600多万元 却没想到当初发现的大商机 根本就不可行 以前的是个小伯州嘛 整个败得这么长 就是说基本上算是全军覆没这种感觉 当时给我的心理压力也很大 我对他失去信心 我就想着可能 等一等两年之后 他就跟我苦兮兮的讲吧 要失败的经历吧 因为一个疏忽导致千万家底损失过半 超市又转手他人 大商机也成了泡影 胡文峰又要靠什么来翻身呢 一盘菜让他又找到了一个高利润的项目 这么高的利润在养殖 业里面是很少找到这种行业的 一瓶啤酒 让他解决一个行业难题 开啤酒的时候 碰了两下啤酒 气泡就冒出来了 越有难度的事情 对我来说就像打到鸡血一样 我越感兴趣 这是一盘正宗的四川炒泥丘 2011年 胡文峰经历过惨败后 一直很苦闷 一天在外面吃饭的时候 一盘炒泥丘 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一次 胡文峰不敢再轻举妄度 他调查了近十年泥丘价格的走势 发现泥丘基本没有掉过价 而且四川本地对泥丘的需求量很大 利润空间也很高 这都让他很兴奋 泥丘的利润大概有50%的利润 这么高的利润在养殖 业里面是很少找到这种行业的 为什么这么高的利润呢 就是因为里面的难度太高了 文峰一直坚信 高门槛才有高利润 2011年 他决定拿出剩下的钱来养泥丘 但这件事情 遭到了老婆的强烈反对 我算下来的话 应该有五六百万吧 我还是劝他放弃嘛 已经赔了将近六百万 如果再有损失 那多年打拼的积蓄就见底了 这个家庭承受不起 老婆劝他放弃 但胡文峰却仍然坚持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约定 我跟我老婆说 我再用两年时间来做 如果是在两年时间内做不好 或者是亏损 我就把它用农场关掉 那一天 夫妻俩一直聊到深夜 最终做出了一个约定 追加投资 养两年已久 如果两年之内不盈利 就彻底放弃 自然都约定了嘛 如果达不到 到时候再 大家就基本上就按照约定办 我知道我进去之后 还会有很多问题 我需要的解决 花一年的时间来解决 如果是两年的时间 我想我足够了 胡文峰说服了老婆 第一批泥丘 她投入了一百多万 这一次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但一上来 泥丘就给了她一个下马威 这就是刚繁育出来的小泥丘 小泥丘在出生几天内 很容易得气泡病 气泡病是由于水里的藻类 产生氧气 使水里的氧气饱和 进入到泥丘苗的身体里导致的 一旦得了气泡病 有百分之九十的泥丘苗 都活不了 这个气泡是新生成里面的 它这个小气泡在身体里面 它涂不出来嘛 它涂不出来的话 就会破坏它的内部器官 最终的话 内部器官就会破坏掉嘛 同时它吃不下食物嘛 最终就会死掉 文峰在养殖第一批泥丘的时候 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它试过很多办法都不见成效 而且在行业内 一直都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 根本没有底 因为这个全国都 那个时候都是没有 没有比较成熟的 这个先例的 这个必须靠自己慢慢的摸松 我一定要把它做好 越有难度的事情 对我来说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我越感兴趣 一天 胡文峰一个人在食堂里喝酒 开啤酒瓶的时候 啤酒里的气体 一下子全部喷了出来 这让胡文峰沉思良久 接着 他接连开了几瓶啤酒 并且都是先晃几下再开 呼呼往外直冒的啤酒 似乎让他明白了什么 开啤酒的时候 碰了两下啤酒 啤酒气泡就冒出来了 你看 对对对对 这个气泡就冒出来了 到时候我就感觉 对 这个不是把气体搞出去了吗 我们是不是能不能通过 震动的办法 把这个气体打出去啊 看我们震动 它的气体就出来了 胡文峰根据震动的原理 在鱼塘里 根据鱼塘的面积 增加了既能提供氧气 又能引起水面震动的增氧机 从啤酒喷气的现象受到启发 胡文峰经过反复试验 终于在2012年的8月 解决了气泡病的问题 胡文峰的这种做法 也得到了专家的赞同 气泡是因为水当中氧气太多了 爆火了 那么它才会形成气泡 所以这个时候你再给用纯氧 它也不会再增加氧气了 直接让气泡破掉 多一粒气体就移散了 空间弄进了 在这些气泡这个问题上 采用震动的方法应该是比较好的 气泡病毒问题解决了 可由于这批泥鸟头苗碗 错过了生长期 到2012年10月份 泥鸟可以上市的时候 胡文峰养出的10万斤泥鸟 根本就达不到商品泥鸟的规格 商品泥鸟的规格 一般根据美式金包含的尾数计算 一斤称20尾 才算达到商品泥鸟的规格 但胡文峰的泥鸟 一斤要称到70尾 个头比市面上的要小得多 根本就卖不上价钱 那个要是云尼养大了 可能保本养到30多位 而你要是七八十位 本身又没有养成 这个时间你要出售的话 可能要亏损一点 我就想了想 我需要一个什么办法 把这个泥鸟再变大一些 但当时已经临近冬天 四川的冬天气温到了10摄氏度以下 泥鸟已经钻到泥里开始冬眠 停止了生长 为了能让泥鸟继续生长 胡文峰想尽了办法 他甚至想过给池塘加温 但成本太高 根本就不现实 这时候 胡文峰搞养殖 已经花掉了将近一千万的积蓄 他必须要想一个办法 让自己翻身 他决定给十万斤 活泥鸟大签行 从四川到海南沿途一千五百多公里 用时三天两夜 他如何保证泥鸟的安全 胡文峰如何利用泥鸟搬家实现财富逆转 2012年10月 看着胡文峰闷闷不乐 胡文峰的妻子就提议 带胡文峰到海南去度假 而就是到海南度假的时候 胡文峰的一个发现 让他觉得 他的养殖场有救了 我有个想法 就是把这片泥鸟拉到海南 再养一次 再养三个月时间 再养三个月时间 我就觉得它应该大了 应该卖 卖起来的话 也就能够 至少能够不亏钱 我们的农场也可以继续做下去 海南冬天的气温在25摄氏度左右 刚好适合泥鸟生长 他发现 当时海南不少养殖场的鱼都已经出塘 到处是闲置的鱼塘 如果把泥鸟放在海南赞养 不但可以让泥鸟长个 还能在三个月之后错峰上市 卖个好价钱 胡文峰算了一笔账 储蓄运费和租鱼塘的费用 也仍然有利润可赚 当时我们算了下 我们运过去的话 平均算了 大概要两块钱一斤左右 当时我们年前的价格是 17块钱一斤 我们年后最高口味 卖到27块钱一斤 所以说中间虽然是有运货 但是我们价差也很大 就价差都是8块钱一斤 所以关键是我们当时的泥鸟比较小 运过去三个月之后把它长大了 它尊重一倍了 这里面还有利润 他当即决定把十万斤泥鸟搬到海南去 然而大家一听胡文峰的这个想法 就觉得简直是屈人说梦 这次我们觉得太喜欢 我以为他开玩笑 你说你说我们到海南旅吗 是在后年吗 那里泥鸟多加 我有顾虑的就是怕运输 运输过程有顾虑 就是路途太远了 泥鸟就知道经过长途运输 成果率低 泥鸟最怕的就是长途运输 这都跟泥鸟身上的一层粘液有关 这个就是泥鸟的粘液 这个就是泥鸟的粘液 这个泥鸟粘液是泥鸟的身上一个绑 路途太远的话 就是把这个粘液把它破坏掉了 破坏掉之后泥鸟会感染 泥鸟在搬运过程 它的粘液会与空气接触形成气泡 这层浮在水面上的气泡会阻隔空气 影响泥鸟的呼吸 从而导致泥鸟死亡量大大增加 从四川内江到海南海口 路程有1500多公里 开车要50多个小时 这么远的路途运泥鸟 人们都觉得它是在冒险 胡文峰深知这些不利因素 但他还是决定要这样做 其实当时他的压力比谁都大 这是对我们农场来说 这是唯一一条出路了 既然是唯一一条出路 我们做的就是 我们全力以赴来做这个事情 胡文峰到处查资料 找运输泥鸟的办法 最终他从当地的一个老养殖户那里 找到了一个土办法 我们现在有个办法 就是这里面 就是我们可以加一点食用油 这个油一加进去 你看好止它慢慢就消失了 水体变得比较粘满 它也可以起到保护泥鸟的作用 这样子泥鸟运起来的成后率就会很高 除了往水里加食用油之外 胡文峰还在各个环节都做好消毒工作 2012年11月 这批泥鸟终于在历经三天两夜 15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后 安全抵达海南 成活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八 三个月后 胡文峰的泥鸟个头涨大了一倍 能达到一斤三十倍 而且由于年后缺货 泥鸟的价格水涨船高 逐渐涨到了三十元钱一斤 胡文峰联系到了做泥鸟出口的经销商 直接在海南把泥鸟卖了出去 出口到了韩国 这批搬过家的泥鸟卖出了六百多万元 纯利润将近一百多万元 胡文峰也兑现了两年前对老婆的承诺 这个约定取消了我们不会再亏审了 我就说如果是没有他这个约定 我们可能就是说还要慢一些 成功我估计走过的路还要长一些 后来我也想 当时如果没有这个约定 我没有答应他的话 肯定就关了呀 关了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失败呀 他是我们家的底辆座吧 他每做成功一件事我都是很高兴的 养殖场外的油菜花 见证了胡文峰和妻子的喜悦 2013年 胡文峰的养殖面积扩展到了四百多亩 哈利尼丘一部分通过经销商出口到韩国 大部分卖到四川本地 2013年的销售额达到了八百多万元 现在胡文峰又有了新的计划 下一步考虑就是我们真正的把基地搬到海南去 我们让离秋实现一年三百六十天的生长 我最后悔的是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创业 就是规模做的比较大 总想一口气吃个盼王嘛 但是我觉得还得一步一步的来 就是说特别是我们做一个新的事物 我们要从零开始小规模开始 不要一口气规模做得很大 即使你的资金不出问题 但是你的失败造成的危害会比较大一些 胡文峰告诉记者 他曾经一发现有好的项目 总想说一口气吃个胖子 这也造成了他在养殖黄鳝的时候 蒙受了几百万元的损失 文峰在这里特别想告诫朋友们 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还是要量力而行 最好能把风险控制到最低 好的各位 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和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查询浏览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制服金的下期节目 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因为电视里的一条新闻 他赚到人生中的第一桶金一千万来 他才准一个时机又赚了一个亿 他放着当时赚钱的房地产不干 赚完钱就跑 可不管干啥 别人都赔惨了 他还能赚大钱 别人说他运气好 他说赚钱里面有诀窍 别人说我运气好 实际上我也是研究了一些 为什么他总能采准时机 为什么赚钱的总是他 记得 优优独透 我们 我们 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